一辆保时捷正快速行驶在公路上 而在不远处的山顶上 一名狙击手早就已经等候多时 开枪之人正是我们的主角克里斯 一名退役的海豹突击对指挥官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 只是为了给被害的妻儿复仇 几个月之前 还在部队中服役的克里斯突然接到了一个任务 他们要去叙利亚逮捕一个名为卡哈尼的生化学家 此人在不久之前刚刚组织了一场化学武器的袭击 这种任务对克里斯来说已是悉数平常 小队对此次任务做了一番周密的部署 他们打算通过拖网渔船偷偷潜入叙利亚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各种小队就开始出发 但是谁也不会想到 就是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 却几乎葬送了所有队员的性命 就连克里斯也陷入了一场深深的阴谋之中 小队刚刚进入目标区域就中了对方的埋伏 他们遭到了前后夹击 激烈的交火之中 数名队友先后重弹身亡 对方好似完全掌握了他们的行动路线 就连应急的逃生出口 对方也部署了重兵把守 丝毫不给他们任何的机会 队员们有些慌张 开始撕散溃逃 随着一颗半雷被引爆 整个小队伤亡惨重 好在不久之后支援的部队赶到 克里斯和残存的队员被救了出来 这次任务让整个小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只有克里斯和另一名队友活了下来 看着队员们的尸体 克里斯内心有说不出的难受 不久之后 克里斯被带到了一个房间 上司让他描述一下任务的具体情况 克里斯毫不犹豫地将整个任务的细节全部讲了出来 但上司在听完克里斯的话之后 给他播放了一段语音 里面是他和队员们的对话过程 但让克里斯意外的是 录音里面的很多内容 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 显然这段录音人未处理过 随后他被强制进行了身体检查 上司认为克里斯在战斗的过程中大脑受到了伤害 致使他忘记了很多自己说过的话 可通过检查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临走前医生嘱咐他多注意休息 并且不能喝酒 回去之后的克里斯和唯一的幸存队员唐尼来到了酒吧 两人同时举杯 尽那些死去的兄弟和他们的友谊 与此同时 一名记者来到了克里斯的身边 他希望了解一下整个任务的细节 克里斯并没有回答他 在将所有酒都倒进他的杯子之后便转身离开 不久之后 克里斯便搭乘飞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过来接他的是自己的好友布兰德 回去的路上 克里斯将自己的疑惑告诉了布兰德 在克里斯看来 这次的任务是一个圈套 他们提供了错误的情报 而目的就是想将他们的这支特种小队一网打尽 朋友也对克里斯的遭遇表示同情 回到家之后 在看到女儿朝他跑过来的那一刻 克里斯的内心终于得到了一丝安慰 也许只有温馨的家庭 才能让他短暂的忘掉那些痛苦 一切也似乎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第二天一早 克里斯就接到了一通电话 也正是因为这通电话 却彻底改变了克里斯的家庭 接到电话的克里斯火速出发 工作人员告诉克里斯 就在不久之前 他们小队唯一幸存的队员唐宁 在家中饮淡自尽了 这让克里斯大感意外 昨天两人还在一起喝酒 他的状态很好 绝对不可能自杀 工作人员的话 让克里斯彻底陷入了迷茫之中 为了舒缓一下紧张的精神 克里斯找到了布兰德 打算和他一同出海放松几天 在船上 克里斯拿出了工作人员 交给他的唐尼自杀的那把手枪 但让他疑惑的是 他一直记得唐尼最喜欢的手枪 是点45口径的191 可唐尼却用9毫米的锡格手枪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虽然对方可以给小队设下陷阱 但他们没法去改变 一个人的喜好和性格 这是整个事件最大的疑惑 回家之后 克里斯从网上找到了 那名女记者的信息 并给他发了一份邮件 他想证实在酒吧的那天 他是和唐尼一起 还是只有他一个人 第二天在参加完战友的葬礼之后 克里斯便带着妻子打算回家 可他突然发现 身后有一辆白色的汽车 一直在跟着自己 于是在到家之后 克里斯让妻子先行回家 自己则举枪来到了那辆白车旁边 原来跟在他身后的一直 就是这名女记者 他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 和克里斯谈谈 记者告诉克里斯 他收到了那封邮件 并且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他 他们在酒吧相遇的那天 克里斯是一个人 并没有看到唐尼 并且还拿出了唐尼的死亡证明 上面显示唐尼确实是 在他们见面的前两天就已经死亡 记者的话说到一半 克里斯就下达了逐克令 现如今他的脑袋里一片混乱 女记者也很是无奈 在留下一张名片后就转身离开 等到女记者离开之后 克里斯拿起了唐尼的那张死亡证明 脑袋里也浮现出了兄弟俩 当时在酒吧喝酒的场景 为了彻底弄清楚真相 克里斯将唐尼自杀用的手枪 锁进了保险柜 随后回到楼上 他告诉妻子 自己想去医院检查一下 这一切的事情让克里斯不得不怀疑 自己是不是真的出了问题 第二天他来到医院 打算彻底查看一下身体的状况 但当他被送出 核磁共振仪的那一刻 却看到了一个面具 男证据枪对着自己 克里斯刚刚起身 旁边又伸过来了一把手枪 克里斯迅速做出了反应 对方一看不是克里斯的对手 直接拔出了刀 并且还给克里斯来了一下 克里斯脱掉衣服缠在手腕上 和举刀的歹徒战斗在一起 眼看即将制服一人 结果反应过来的另一人 也扑向了克里斯 两人合力想将克里斯的脑壳 按在刀上 结果克里斯一个反手 刀插进了一名歹徒的胳膊 随后克里斯快速将另一人打翻 一把抢过地上的手枪 对着那人就是一个急速手 而也就是这个时候 另一人趁机逃了出去 克里斯拉开门查看歹徒的踪迹 但对方早就跑得没有了踪影 于是他便开始检查手枪内的子弹 可这不查不知道一查下一条 他现在手上的枪 正是唐尼自杀时用的那把 可他明明记得那把手枪 被他锁进了保险柜 克里斯意识到大事不妙 于是赶紧驱车朝家里赶去 但就在他进门的一瞬间 眼前的一幕让他整个人差点栽倒 妻子和女儿已经躺在血泊中 失去了生命 克里斯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他抚摸着欺女的身体 这一刻 曾经驰骋沙场的壮汉猛男 却再也忍不住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到底是谁 母女下手 怀着悲痛的心情 克里斯参加了妻子和女儿的葬礼 在这一刻他明白 如今他活着的唯一理由 就是为妻儿复仇 回到家的克里斯呆呆地坐在大厅 看着女儿话中幸福的三口之家 他无法想象这美好的一切 已经离自己而去 第二天一早 海军犯罪调查局的霍华德上校 和女记者一同出现在了医院 霍华德告诉记者 克里斯妻儿的死亡时间 都是在克里斯抵达诊所前30分钟发生的 现如今只存在两种可能 要么凶手在他离开之后杀了人 要么就是克里斯先杀了自己的家人 随后才去的医院 并且霍华德告诉女记者 事情的发生地 并没有看到克里斯口中所说的尸体 现场只留下了克里斯 那把9毫米的手枪射出的子弹 但克里斯的身上有刀伤 而凶器也没有留在现场 所以霍华德认为 要不就是在警察到来之前 这里被清理过了 要不这一切都是克里斯捏造的 现在两种情况都有存在的可能 但女记者还是愿意相信克里斯说的才是真的 晚上女记者再次找到了克里斯 克里斯并不想多说 但女记者却将发生在医院的事说了出来 调查员霍华德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 但却没有发现尸体和任何打斗的痕迹 现在他必须得证明自己在检查时大脑没有问题 还将当时他的诊断报告带了过来 只要他签字 就可以洗脱嫌疑 但克里斯却想在签字之前看一眼 当时唐尼自杀后的警方调查通报 刚好女记者带了 于是将手中的通报资料递给了克里斯 报告上显示 当时第一个出现在案发现场的人正是霍华德 克里斯抬手签完了报告 就在女记者离开之前 克里斯询问他用的是什么手机 在看到女记者的手机之后 克里斯让他稍等片刻 随后起身离开 等到克里斯再次出现以后 手里多出了一个袋子 他让女记者将手机调到飞行模式 随后装进这个袋子中 他给了女记者一部老式的功能手机 但让他不要用这部手机打电话或发信息给自己 而是要通过这部手机来建一个Framer账户 以后需要联系自己 就通过这个账户 克里斯还将自己的加密账户给了对方 等到女记者离开之后 克里斯便开始寻找有关海军犯罪调查员霍华德的资料 两起重大事件 他都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的 显然他有很大的嫌疑 而就在这时 克里斯突然想起了当时从他侧面举枪的那名歹徒 他抬手挡住了霍华德的脸 只留下双眼 在和歹徒做了对比之后 下一秒 克里斯便震惊地站了起来 他可以确定 当时出现在现场的其中一名歹徒 绝对就是这名犯罪调查员霍华德 接下来的日子里 克里斯开始跟踪这名调查员的行踪轨迹 并进行拍照取证 随后找到了自己的好友布兰德 并将手中掌握的信息告诉了他 还做出了自己的一番判断 两次事件 霍华德都提前出现在了现场 并且比警察和医生都快 这只能说明一点 那就是他本来就在现场 他希望克里斯能利用自己在中情局的职务之点 帮自己弄清楚霍华德的真实身份 而布兰德也没有犹豫 直接答应了下来 随后克里斯利用霍华德上班的时间 偷偷潜入到了他的家中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硬盘 将霍华德电脑中的文件全部拷贝了一份 离开之前按照图片的位置将电脑放回了原处 没过多久布兰德那里也传来了好消息 他在中情局的系统中发现了克里斯的指纹 而这个指纹是霍华德在事发的前两天采集的 显然对方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 并且布兰德还在霍华德的办公室中 找到了唐尼最喜欢的手枪 一切终于水落石出 凶手就是这个霍华德 要想彻底证明也很简单 当时在医院发生冲突时 他的刀曾刺伤了对手 显然只要证明这一点就够了 晚上克里斯来到了霍华德的楼下 并朝着霍华德的家快速潜入了进去 在霍华德发现之前 将手枪塞进了他的口中 他让霍华德伸出双臂 想要验证自己的猜测 结果霍华德的双臂上根本没有留下伤痕 克里斯明白即使霍华德不是凶手 但他也一定知道一些内幕 最终在克里斯的逼问下 霍华德说出了一个人名 索尔阿格农 他说这人给了自己一笔钱 让他帮自己办件事 其他的事他都不知道 听到这里克里斯陷入了沉思 但下一秒 克里斯解开了霍华德的手环 从枪中退出一颗子弹扔在床上 并将枪塞进了霍华德的手中 制造了一起自杀的假象 随后起身大摇大摆地离开现场 惹怒一名老兵到底有多可怕 目标人物被炸得满脸是血 而克里斯迅速穿戴好武器装备 对着人群就展开了猛烈突击 面对目标人物的保镖 克里斯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全部送走 剩下的保镖眼看无法招架 只能赶紧拉起雇主准备逃离 但离开掩体绝对是他最错误的决定 克里斯毫不犹豫地干掉了目标人物身边的保镖 随后举起手枪冲了过去 接上级 两个星期之前 克里斯的妻儿意外惨死在家中 这让原本幸福的三口之家 一夜之间支离破碎 为了给妻儿复仇 克里斯开始四处收集线索 很快他就将目标锁定在了一名海军犯罪调查员的身上 通过逼问 克里斯从他的口中知道了一个人名 索尔 阿格农 经过调查克里斯发现 此人是一个名为鼎式工业投资公司的资产管理副总 克里斯下定决心 只要和杀害妻儿凶手有关联的人物 全部列入自己的必杀名单 随后他给那名女记者发去了信息 希望两人能见上一面 接着便开始收拾自己的武器装备 为了复仇 他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 各式武器装备应有尽有 护照现金一应俱全 克里斯将准备好的所有东西全部装进车里 随后驾车前往和女记者约定的地点 刚刚碰面 克里斯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女记者是否听过鼎式工业 但看女记者的反应 显然他并没有听过那家公司 随后女记者从包内掏出了一份体检报告 这份报告出自克里斯体检的那家医院 女记者告诉克里斯 这是她当时的头部扫描CT 数据显示在她的脑壳中有一个核桃大小的肿瘤 位于海马体和杏仁河之间 这个位置的肿瘤很容易让人出现恍惚和记忆混乱 所以之前发生的一切很有可能都是她亲手而为之 女记者的话再次让克里斯陷入了迷茫 但就在这时 她突然注意到外面有一个戴眼镜的壮汉在监视着自己 克里斯赶紧在四周观察了一番 随后将这个信息告诉了女记者 可女记者在回头看了一眼后并没有看到眼镜男 克里斯没做犹豫 起身就朝餐厅外走去 而女记者随即也跟了上来 她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眼镜男 这一切都是克里斯在胡思乱想 但克里斯坚信自己眼镜看到的 两人迅速坐进了克里斯停在路边的车中 克里斯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 但刚刚开出去没多远 她就从后视镜中看到了那名眼镜男也启动了车子 她让女记者系好安全带 随后加大油门开始朝后倒车 克里斯打开车门 在车内翻找了一番 并没找到能够证明对方身份信息的资料 也就在这时 她突然看到了放在副驾驶上的资料夹 打开看了一眼之后 便带着资料夹返回到了车上 并将资料交给了女记者 里面是一份克里斯详细的个人资料 两人撤离到一处安全的停车场 克里斯随便选了一辆车 随后将武器装备搬了过来 她告诉女记者 自己要找个地方躲一躲 并给了女记者一把手枪 还嘱咐她这段时间一定要低调点 随即便打算驾车离开 但女记者喊住了她 她让克里斯将手中掌握的顶式工业的资料给自己 自己会帮她查明真相 克里斯没有犹豫 再将资料交给她后便驾车离开 晚上布兰德来到了克里斯下榻的汽车旅馆 克里斯将一份阿格农的资料递给了布兰德 希望他能帮自己弄清楚这人的位置和看不到的信息 拿到资料的布兰德也展开了行动 很快就在一座高尔夫球场锁定了阿格农的踪迹 随后将电话打给了克里斯 将阿格农的位置告诉了他 镜头一转 克里斯已经出现在了阿格农的窗户外 此时的阿格农正在刷牙 突然听到了外面有动静 于是起身来到了大厅 但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人用塑料袋套住了脑壳 克里斯用扎袋牢牢捆住他的双手 而阿格农也因窒息慢慢地昏迷了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之时 已经被克里斯巴光衣服绑在了椅子上 看到面前的克里斯 阿格农吓坏了 他赶紧朝着屋外大喊救命 结果克里斯直接将大厅的音乐放到了最大声 直接盖住了阿格农的呼救 外面的保镖丝毫没听到动静 等到阿格农冷静下来之后 克里斯开始对他进行言语恐吓 曾经用在敌人身上的逼供手段全部说了一遍 吓得阿格农直哆嗦 他告诉克里斯自己只是个执行者 核心的东西自己根本设计不到 最终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史蒂夫·霍恩 他才是整个公司背后的主导者 并且这段时间发生在克里斯身上的一切 全和这个名叫RD4895的项目有关 阿格农不知道这个项目具体的内容细节 只知道这是一个价值不菲的项目 听完这些 克里斯又问了他一个问题 从阿格农的口中得知 杀手是霍恩的律师托一个名叫马库斯的黑石老大找的 而那名杀手来自墨西哥 但没人知道他的具体住址 直到现在 克里斯已经拿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之前我们就说过 只要和被害妻儿有关的所有人 都上了克里斯的死亡清单 而这个阿格农也不例外 最终他还是因为自己的一面之差搭上了性命 而阿格农口中的几人 也顺利上了克里斯的必杀榜 接下来 克里斯的任务就是将这些人一一送去地狱 他来到了一处高地 在这里架好了狙击步枪 而此时的黑石老大马库斯也刚刚起床 离开家之前 他还给自己拍的一张自拍 发朋友圈的时候配文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但他不会想到 这将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张照片 随后便踏上了自己的死亡之路 此时的克里斯已经架好狙击枪等待了很久 在调整好狙击步枪参数的同时 一辆保时捷出现在了他的瞄准镜中 克里斯二话不说就给了他一枪 车辆经过一阵翻滚之后 掉下了旁边的深渊 克里斯淡定地来到了翻车现场 此时的马库斯早就已经奄奄一息 克里斯从他的身上摸出了一部加密手机 利用对方人脸识别解锁 将手机里面的内容进行了破解机拷贝 临走前又将手机放了回去 随后驾车来到了机场 而这个长相清秀的女孩名叫玛丽 是克里斯曾经的战友 退役之后开了一家自己的小型航空公司 克里斯之所以找到她 就是希望她能送自己去墨西哥 她告诉玛丽 这是一趟危险度极高的洪水 所以她希望玛丽将她送到后能立刻返回 克里斯拗不过玛丽 只能同意让玛丽参加行动 飞机上 克里斯将从马库斯手机中得到的信息传输给了布兰德 希望布兰德通过中情局的手段破译出有用的线索 随后她看了一眼女儿画中幸福的三口之家 翻过了面 上面是自己的死亡清单 而刚刚被干掉的马库斯已经被她划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 飞机顺利降落到了墨西哥境内 而等在机场的老人是克里斯一家的市交好友卢肯 不久之后整个小队在墨西哥的一处山顶会合 布兰德通过克里斯提供的资料成功确认了杀手的信息 卢肯也通过自己的人脉找到了当地的安保亚门 确认了那名杀手名叫纳瓦哈斯 他与多个犯罪集团都有合约 只要给钱杀谁都行 并且在三周之前纳瓦哈斯和一名手下离开营地 但最终只有纳瓦哈斯一个人回来 左臂还带着伤 显然就是克里斯在医院遇到的那两名杀手 现在目标已经确认 接下来他们就该去清除目标了 安保也给出了对方的具体位置 纳瓦哈的基地在小镇边上的一处废旧工厂 他们可以躲在基地对面的山上 等到对方出门时再进行袭击 这是最容易得手的一种方法 但克里斯却不认同他的计划 他要站在对方面前将他抱头 让对方感受到恐惧 卢肯赶紧提醒克里斯 对方曾是墨西哥特种部队的成员 伸手和战术了得 但克里斯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他必须亲手干掉这名柜子守卫 欺而复仇 眼看大家都没能拗过克里斯 那索性就来一场覆灭行动 将纳瓦哈斯集团彻底抹去 但就在克里斯规划接下来的战术之时 突然脑袋里传来了一阵眩晕 随后眼前一黑直接晕了过去 医生告诉克里斯 他现在的情况很糟糕 肿瘤在大脑中长得很快 克里斯必须得接受治疗 他这里有很多不错的外科医生 只要克里斯配合 半年之后 他大概率可以正常生活 克里斯希望通过药物 来抑制肿瘤带来的不良反应 因为他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同行的好友也劝克里斯能先放下仇恨 并下心来接受治疗 卢肯更是做出承诺 如果克里斯愿意 自己能将奈瓦哈斯剁成肉泥 听到克里斯的话 朋友们没有在阻止他 他们都明白克里斯内心所遭受到的痛苦 第二天傍晚 两辆车在夜幕的掩护下开始出发 基地内的守卫刚想点根烟放松一下 结果就被摸进来的克里斯一刀送走 随后几人开始朝基地的核心位置摸取 一名手下在通过对讲机呼叫同伴无果之后 便带着其他同伴准备前往查看情况 结果却被山顶上隐藏的狙击手盯上 下一秒 一阵骑射 赶来的守卫全被爆销 随后换好子弹的几人开始对着工厂内部展开了突袭 对所有杀手展开了无差别攻击 只要是手持武器的人一律不放过 全部开枪将对方送走 狙击手也顺势清理可能对同伴造成威胁的杀手 队员们很快就来到了基地的核心位置 在这里 几名残余的杀手挟持了几个平民 想用这种方法来换得一线生机 但克里斯根本不给他们机会 在和布兰德达成共识之后 两人同时开枪 毫无压力地送走对方 随后克里斯率先在一处厂房看到了奈瓦哈斯 而奈瓦哈斯也举枪对准了克里斯 但下一秒 奈瓦哈斯被克里斯成功制服 克里斯将奈瓦哈斯绑在了一根柱子上 随后抬手就给了他一拳 这一刻克里斯想到了自己的女儿 他从背后掏出了女儿最喜欢的那把围巾战斧 扯开奈瓦哈斯的上衣 直接一斧子劈了下去 奈瓦哈斯发出了杀猪般的嚎叫 而克里斯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他将奈瓦哈斯的内脏硬生生从他的肚子中扯了出来 挂在了头顶的柱子之上 随后拔出刀 解开了控制奈瓦哈斯的绳索 而奈瓦哈斯也很快就受不了疼痛 慢慢地失去了呼吸 他之所以会沦落到如此下场 却只因为他惹错了人 而看到这一切的克里斯没有任何表情 随即转身走出了仓库 他的复仇之路才刚刚开始 当一名老兵的妻女被杀之后 他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刚刚被干掉的那些人 全在克里斯的死亡名单之上 他们无意都和克里斯七二被杀的事情有关 现如今必杀榜上的人已经死了七七八八 唯一剩下的这个人 也就是整个幕后的最大主使 史蒂夫霍恩 他将会是克里斯的下一个目标 他们来到了对方所在的城市 克里斯开始认真研究此人的生活规律和安保漏洞 但很快他就发现 此人对自身的安防有着极高的要求 不仅二十四小时跟着全副武装的保镖 就连他的住所周围都被预警监控无死角的覆盖 显然从这两个点下手很难有所突破 最终克里斯将目标放在了霍恩背后的顶氏工业身上 随后便和玛丽开始了长时间的监控工作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还发现了几名FBI进入了顶氏工业的总部大谋 而两名探员的目的无他 只是为了弄清楚一件事 因为克里斯曾当街干掉的那名杀手 被调查出是霍恩的手下 他们想知道这一切是不是霍恩指使的 而霍恩却说这些人都是塔洛斯公司的派遣工 来我这里工作 但他们都是独立的承包商 并不归我管 显然 女探员话中的意思是霍恩似乎在防着什么 而霍恩的回答也巧妙地避开了嫌疑 她说自己的公司遍布全球各地 很容易因为一些商业活动触犯到某些人的利益 所以自己加强公司的安保 只是为了让自己不出意外 如此圆滑的回答让两名探员无空子能钻 无奈的两人只能幸幸离开 与此同时 女记者也来到了鼎市总部 而她要采访的是之前被鼎市工业收购的药企 据她所知 以前这家药企致力于开发治疗神经和阿尔西海默症患者的药物 但自从被鼎市工业接手之后 便开始转型生产军事类抑制药物 女记者不明白 这家药企曾是治疗精神类疾病药物的龙头企业 现如今为何会甘愿转型做自己不擅长的方向 但看对方的反应 显然当事人并不想回答女记者的话 而是借口上厕所起身离开 女记者也快速追了上去 她将对方堵在了厕所中 并且直接问出了自己最想得到答案的问题 对方被女记者这一系列的问题吓住 颤颤巍巍地回答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女记者知道今天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于是在将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对方后 就转身离开了 但殊不知 女记者刚刚打车离开 身后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就追了上去 而这一切全被躲在车内的克里斯 用相机清楚地记录了下来 晚上克里斯给女记者发去了信息 因为他的调查已经触及到了某些人的利益 所以克里斯让他暂且停止活动 否则就会有危险 而回到办公室的药企负责人迈克也很是纠结 但最终他还是决定将 RD4895项目的所有内容都透露给记者 他将整个文件全部导进了一个U盘 随后将语音电话打给了女记者 两人约定在今晚见面 迈克会将有关RD4895的所有内容全部交给他 而迈克刚刚复制系统内部文件的是 全被公司的安全主管知晓 并将此时报告给了霍恩 很快安全主管就带着大批手下走出了大楼 而等在外面的克里斯看到了一切 于是在对方驾车离开之后 克里斯也紧随气候地追了上去 很快杰克就和女记者在一处地铁站会面 杰克告诉女记者 RD4895是一款能够减弱海马铁和杏仁和之间联系的抑制类药 允许大脑对记忆数据进行编码 生成不带战斗创伤的记忆 但在进行完动物实验之后 霍恩就冻结了此项目 杰克很不明白霍恩的做法 不知道他为啥要这么做 可话刚说到这里 女记者突然看到了向他们走来的一个陌生男人 知道大事不妙之后 女记者拽起杰克就开始潮出口处跑去 很快杀手就追了上来 将杰克一枪干掉 女记者不敢停留 只能继续逃跑 眼看即将跌入虎口 他毫不犹豫地掏出枪来给了追击的杀手一击 杀手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反杀 随后女记者顺利逃了出来 可刚刚露面 另一名杀手又追了过来 但就在这时 开枪之人正是克里斯 他赶紧带着女记者快速离开现场 来到一处安静的小巷之后 女记者将杰克的话全部告诉了克里斯 原来霍恩之所以停止这款药物的开发 就是因为这批药物在动物身上实验完成之后 霍恩急于知道药物在人身上的效果 于是他买通相关官员 偷偷将药物用在了一只海豹突击的身上 而用完药物的部分队员的大脑中长出了肿瘤 为了掩盖事实 霍恩便发布了假的情报 将克里斯和队员们引诱到叙利亚 想将他们全部干掉 结果克里斯侥幸活了下来 于是他们便派去杀手猎杀克里斯 就连他的妻女都没有放过 直到这里整个事情算是明了了 但克里斯还想知道 这件事到底都有谁参与了 女记者告诉克里斯 不久之前 霍恩从公司拿出了一亿美金 成立了一堆空壳公司 克里斯立马反应了过来 这些空壳公司的股份 就是杀害队员们的报酬 只要找到股份后面的人 就能将参与这件事的人全部救出来 随后克里斯拿出了他的必杀榜 想让女记者告诉他这些股份的受益人 但女记者却不愿意看到克里斯在杀人 他承诺一定会将这群人渣绳制以法 但此时的克里斯已经没有了内心 在看到女记者的眼神之后 克里斯知道他的包内有线索 果然很快就在包内找到了一个U盘 到了现在 女记者依旧想阻止克里斯 但克里斯告诉他 他不会让杀害七二的人渣绳制以法 他会用自己的方法让他们下地狱 随后开车离开了现场 回去的路上 克里斯将电话打给了布兰德 他希望布兰德用自己的手段 找到U盘中涉及到这件事的所有人 但布兰德认为他们在亡活 此时事关重大 很有可能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但克里斯只想拿到名单 无奈的布兰德只能答应 第二天一早 布兰德就给出了回复 之前被克里斯干掉的所有人全在上面 并且就连他们的将军汉默 指挥官霍尔德和考克斯都在其中 显然他们和霍恩一样 都是这件血案的背后操控者 克里斯根本不敢想象 事情的最后走向竟然是这样的 但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 他给玛丽列了一张购物清单 让他按照清单上的内容 分不同的地方将这批东西准备好 克里斯的话吓到了玛丽 玛丽让他冷静一下 先花点时间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克里斯根本就不听他说这些 这就是男人的嫌恶如仇和女性所谓的理智碰撞 如果是我我也不会考虑这么多 妻儿都被杀了还考虑这么多 干他压的就完了 东西准备齐全之后 克里斯便开始着手制造炸弹 多年在特种部队服役的经历 让克里斯做起炸弹来简直不要太轻松 很快就准备了整整一车厢的炸弹 随后来到了目标所在的大楼下面 而一同来到这里的还有FBI的工作人员和那名女记者 很快霍恩就在重保镖的护送下走出了大楼 等在楼下的其他记者也一用而上 开始七嘴八舌地询问各种问题 而玛丽则用车堵在了大楼不远处的路口 防止不必要的伤亡 FBI的探员在看到这种情况之后 立刻感觉到了不对 于是赶紧上前查看情况 却正好掉进了玛丽设置的圈头 目的就是引开他们的视线 但就在霍恩准备上车之时 女记者却突然冲了上去 而女记者的行为无一妨碍了克里斯的行动 然而就在这时 女记者却突然注意到了不远处车内的克里斯 随后缓缓远离霍恩的车 而霍恩也意识到了不对 就在他转头之时 克里斯已经下车离开 剧烈的爆炸将霍恩炸得满身是血 而克里斯则淡定地穿戴好武器装备 对着人群快速展开了突袭 面对目标人物的保镖 克里斯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全部送走 剩下的保镖眼看无法招架 只能赶紧拉起雇主准备逃离 但离开掩体绝对是他最错误的决定 克里斯毫不犹豫地干掉了目标人物身边的保镖 随后举起手枪冲了过去 随后在大批警察来临之前 克里斯迅速撤离了现场 他将电话打给了玛丽 两人约定20分钟后去第二个会合点会合 随后随便从路边抢了一辆车 接着一脚油门冲了出去 而身后的警车也快速朝逃跑的克里斯追去 摆脱一众警察之后 克里斯来到了妻子的娘家 他知道这段时间自己做的所有事 很快就会被报道出来 并且还会有人上门找他们了解情况 克里斯的话让岳母一头雾水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 克里斯一直在被警方追击 为了不牵扯到玛丽 他开车朝着两人会合点的反方向行驶 并告诉玛丽 让他尽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而他自己却被众多警察团团为主 就连驾驶的车辆也在对方的地钉下爆了台 克里斯迅速猛打方向 控制车辆的姿态 但最终车辆还是撞上了路旁的山体停了下来 众多的探员迅速下车 对着克里斯的车辆就展开了攻击 一支特种部队进入丛林之中 他们奉命前往深山围剿克里斯 突然士兵在一棵树下发现了一部手机 他赶紧呼叫队长前来查看情况 队长刚想将情况汇报给上级 但下一秒手机中突然传出一阵声音 烟雾瞬间笼罩了所有人 就在这时地底下突然窜出一个人来 快速将一名士兵扑倒 士兵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身上的背包就莫名其妙被抢走了 而抢背包之人正是克里斯 一个为妻儿复仇的退役特战指挥官 为了抓住他 FBI不仅派出了特种部队 就连热成像卫星也投入了进来 克里斯也深知FBI的那些把戏 他从背包中拿出短路的电池 然后将其扔向森林各处 这样就会出现很多的热源信号 他用这种方法来迷惑天上的卫星 和地上的特种部队 从而为自己的逃离争取时间 但很快他的行为就被特种部队识破 在指挥部的引导下快速朝克里斯追来 凭借出色的身手 克里斯在部队追上来之前爬到了山顶 并且架好步枪准备一意带牢 很快追来的特种兵就出现在克里斯的瞄准镜中 克里斯也做好了随时射击的准备 但看着这群士兵 克里斯突然想到了当年在叙利亚 和战友一起执行巨杀任务的场景 虽然自己已经退出现役 可曾经的自己不就和现在的他们一样吗 想到这里 克里斯收起了手中的武器 他还是对这群士兵下不去手 很快特种部队就通过悬崖摸了上来 但他们在山顶却并没有看到克里斯的踪迹 一名士兵在观察地形时 看到了一枚放在石头上的子弹 显然 这群士兵还是有些低估了克里斯的实力 而克里斯则通过徒手攀岩 准备从那群特种兵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逃离 但由于右手在不久之前重担受伤 力气在攀岩的过程中不断流失 最终在一个失误之后 克里斯重重地摔下了悬崖 好在剩下的距离并不高 克里斯并没有受什么伤 晚上克里斯打开了抢来的对讲机 听着指挥部和特种部队的沟通信息 由于突降大雨 热成像系统失去了作用 指挥部命令部队先退回山下 等到雨停之后再继续行动 听到这里克里斯也安下了心 他在抢来的背包中一顿翻找 希望找一些急救药品来处理伤口 可翻来覆去背包里 只有几块塑性天梯高爆弹药 和一排引爆用的导线 就在他嘴里骂骂咧咧之时 他找到了一根红色紧急信号弹 克里斯将信号弹引燃 随后将匕首放在火焰上烘烤 等到匕首上的温度足够高时 直接咬紧牙关按在了伤口之上 这样做虽然有些痛苦 但可以有效隔绝细菌感染 并且能够止血 克里斯在疼痛中昏迷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特种小队就再次进入了丛林 他们放出了无人机 在山顶找到了克里斯的踪迹 而克里斯在看到无人机后 直接举起步枪朝无人机射击 虽然将无人机打了下来 但自己的位置也已经暴了 克里斯知道必须得想办法了 他从背包中拿出了塑性天梯 并将其埋在了山腰之上 打算在特种部队赶来之时将其引爆 用这种方法来阻挡特种部队的步伐 但就在克里斯的操作进行到一半之时 这些小兵离自己远一点 领头的队长在看了一眼头顶的地形之后 开始命令手下们朝后退去 与此同时 另一支特种小队也慢慢开始 朝克里斯的位置靠近了过来 这一刻 克里斯的脑海中过去的一切 开始如同放电影般一幕幕浮现 下一秒 他松开了手中的控制器 等到烟雾退去之后 克里斯挣扎着从泥土中爬了出来 起身观察一圈后发现 有一名士兵被深深地埋在了泥土之中 克里斯赶紧动手 将对方从泥土中拽了出来 此时的女兵已经没有了反应 克里斯扯掉对方身上的装备 开始对她进行急救 一顿心肺复苏之后 女兵终于有了反应 她将嘴里的异物全部吐了出来 克里斯知道对方的小命保住了 随后在特种小队赶到这里之前 快速离开了现场 很快发生在山顶的事被新闻报道了出来 报道中说到 克里斯很有可能被滚落的山石掩埋 听到这里玛丽有些不敢相信 她痛苦地抱住了脑壳 整个人都不好了 在看到克里斯的那一刻 玛丽激动坏了 直接扑进了克里斯的怀里 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两久之后才慢慢地松开对方 飞机上 玛丽细心地帮克里斯处理好了伤口 随后在目的地上空 克里斯背好装备 直接一跃跳了下去 画面一转 布兰德正在海滩上晒着日光雨 而不远处的海水中 一名壮汉正朝自己缓缓走来 此人正是不久之前跳伞的克里斯 很快抓捕失败的消息传到了海军总部 参与了RD4895的三名高官有些慌了 他们根本不相信克里斯会在不久之前的爆炸中死去 有人提议启动紧急预案 那就是在克里斯来到这里之前赶紧逃离这里 但海军上将默克尔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自己手里有5000海军 只要克里斯敢来 收拾他简直轻而易举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此时三人的一切动机全部在克里斯的监控之中 而他们也早就已经想好了对策 考斯特曾是克里斯的顶头上司 他深知克里斯的脾性 只要他们还活着 那么克里斯一定会找到他们复仇 于是他准备在克里斯找到这里之前 带着七二离开这座城市 但当他们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之时 克里斯却已经假扮警察出现在他们家的门口 不久之后 刚刚准备回家的另一名长官霍尔德 也在停车场撞见了克里斯 两人二话不说就扭打在一起 双方都使出了红身解数 攻击对方不留任何情面 最终还是克里斯占了上风 一记十字顾将霍尔德狠狠地压在身下 随后一用力 直接掰断了霍尔德的胳膊 接着拿出一支镇定剂 注入到了霍尔德的体内 霍尔德在挣扎一番之后 很快就失去了动静 等到再次醒来之时 已经被克里斯控制在了一颗巨大的浮沫之上 克里斯询问他 这件事还有谁参与了 霍尔德说这件事参与的人很多 但除了默克尔 考克斯和他之外 其他人都是服从者 他们并不知道给特种队员注射的药物是RD4895 听到这里克里斯也没有废话 直接松开了浮沫 而断掉胳膊的霍尔德 只能独自一人支撑起浮沫 随着体力的一点点消耗 他的整个身体也慢慢地沉入了水中 也许他在做伤害那群士兵的事之前 并不会想到自己最终的结果会是这样 接下来轮到了考克斯 他们一家人全被克里斯控制在了沙滩之上 考克斯拼命向克里斯求饶 他还有家人 有妻子和孩子 但最终克里斯还是给了考克斯的一个机会 他让考克斯给汉莫尔上将带句话过去 只要按自己说的做 自己就能放过他的妻儿 很快考克斯就按照克里斯的要求 来到了汉莫尔的办公室 他看了一眼手表 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随后将手中的电话递给了汉莫尔 汉莫尔接起了电话 而打电话过来的人正是克里斯 在听到对面的人是克里斯之后 汉莫尔很是嚣张 他骂克里斯屁也不是 还用犀利的语言羞辱克里斯 话音刚落 考克斯就拉开了拉链 胸前绑着两颗满配的克莱莫杀伤性地雷 看到这样的场景 汉莫尔终于慌了 开始好说好量的请求克里斯不要这样做 并说自己还知道一个参与这件事的人 但克里斯却没做任何反应 因为那人的信息自己已经掌握 国防部现役部长 随后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拨通键 考克斯和汉莫尔一同在剧烈的爆炸中化成了鸡粉 也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现如今克里斯的名单上就只剩下了国防部长 而国防部长也明白自己的处境 他大摇大摆地来到了自己的安全屋 并不下重兵 打算引诱克里斯自投罗网 但殊不知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 克里斯已经偷偷来到了这里 借助夜色的掩护 克里斯通过潜水摸到了安全屋的外围 布兰德则架好狙击枪远距离支援克里斯 他开枪打爆了水边的船只 引起众人的注意 克里斯则迅速起身 举枪快速朝安全屋内冲去 而布兰德也顺手将他行进路上的灯光全部打掉 就这样掩护克里斯顺利进入了大楼内部 大批特种部队也听到枪声赶到了这里 准备对克里斯实施维艰 大楼内的国防部长也听到了枪声 他命令护卫自己的手下主动出击 很快克里斯在突破重重防守之后 出现在了国防部长所在的房间 女记者赶紧上前阻止克里斯的行动 他告诉克里斯 国防部长并没有拿钱 最后一笔钱被打进了中情局一名特工的账户 但克里斯却不在乎这些 因为这个国防部长是点燃整个事件的导火索 而国防部长也意识到自己今天难逃一死 最终他选择了举枪自裁 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切 等到特种部队进入房间之时 克里斯已经离开了那里 镜头一转 布兰德的船只出现在海上 当他走进船舱的那一刻 却突然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 而此人正是克里斯 因为通过调查克里斯发现 之前他让布兰德查的那张名单上 少了一家空壳公司 而通过这家空壳公司打了一笔钱 进入了FBI一名特工的私人账户 而账户的主人就是布兰德 原来布兰德才是设计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 他通过国防自卫队提供了错误的情报 并且将克里斯等一众特种兵的坟墓 选在了叙利亚 直到这一刻 布兰德也无话可说 上将所说的那名参与者并不是国防部长 而是布兰德 他说自己在做完这件事之后就后悔了 并且还说劳拉和路西的死和自己没关系 他诚恳地给克里斯道了钱 他希望下一辈子还能做兄弟 而克里斯也流下了泪 但最终他还是举起了手中的枪 一切的仇恨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 女儿的那张三口之家和背后的死亡名单 也跟随海风一同消失在了广袤的大海之中 此句节